大家好,歡迎收看聚焰圖 今天很開心請為嘉賓來和大家聊聊天 我認識這個嘉賓是何時呢? 在匯豐青年創業獎上認識了這位得獎者 他的身份是我原先以為是一間公司 為何知不是,還有多一間 為免混亂也是交給Eric和我們的觀眾 講一下你的背景是怎樣 大家好,我是Eric 其實我們正在運行兩間公司 第一間運行的公司大概是2010年 叫Red Show 就是一間公司專門幫其他公司 去做他們想要的Apps Mobile Apps, 網站, 其他後面系統 例如TVB.com, My TV Super 那種App的設計 到Mobile Apps, Tablet, 設置箱上的軟件 都是我們公司做的 所以那間公司主要是技術 很多工程師和設計師在這裡 幫我們做不同的項目 幫客人去做他們要的Apps 這間公司都運行了六七年 其實我們為何當初成立這間公司的 原本的初衷呢? 其實都是想做自己的網絡產品 其實當時我們初期出了一個網絡產品 叫做Beyond6 其實是一個我們叫做Social Based Interest Based Social Network 即是用不同人的興趣去找一些 自同道合, 大家都有Command Interest的人 在網上做Friend, 大家去聊天 當初的反應都不錯 不過因為當時是第一次創業 始終沒有一個Marketing的經驗 沒有怎樣去做一個Basis Model 出來賺錢 亦都想到怎樣去找Investor 所以在大概一年左右我們發覺 咦?不行啊, 沒錢啊, 怎樣繼續維生呢? 幸好我們這班人都是技術的人 以及都掌握了所謂做Mobile Apps 做一些設計的一個技術 所以不難在外面那時候 剛好也有很多公司需要做他們的Apps 所以就會找我們的公司 去幫他們做他們的Apps 所以Redso這間公司 就在那時候開始接很多外面街的Project 那時候的方向就會兩條退走路 一邊就繼續接Project為了賺錢 賺了錢回來 就會去分開我們自己的Product Development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真的想做自己的產品 網絡產品 亦都試過很多不同的產品 當然亦都失敗過不少 去到大概2013年的時候 我們都試了一個產品 就叫Boutier 那時候都未有中文名的 叫Boutier 那怎樣走出來呢? 那時候剛好在2013年年底 我們參加了一個叫Angel Hack的比賽 是什麼呢? 我們叫Hackathon 24小時的Hackathon 即是說一班的Programmer Designer 或者Business人 坐在一起 大家bring some idea 但是不可以直接吹 24小時內吹完水之後 真的要送到一個叫Prototype 一個產品的原型 然後你就拿著原型 就去給評判看 去Pitch評判 嘩!好刺激喔! 我這個 idea 真正啊 不單是正正 我直接有能力做出來 不過只有24小時 幸好因為我和我的partner 其實大家都夾慣夾熟 大家做過很多app的project 所以在這個比賽的時候 我們已經想到這個 Boutier 這個原本的idea 然後真的在24小時 我們兩個人夾手夾腳 就突出了一個Prototype 亦都幸運地得到評判的一些讚賞 所以最後都贏了獎 所以那時候就走了出來的Boutier 不過那時候很多人都問 Boutier 這個字是什麼呢? 沒有這個字的 的確是沒有這個字 我們是自創的 當時我們其實是想做什麼呢? 是幫一些Boutier仔 去幫他們很簡單賣衣服 甚至乎在Instagram賣衣服 怎樣可以在Instagram賣衣服之後 可以收到錢 管理到他們的訂單 貨存等等 所以就把Boutier這個字 扭一扭 變成Boutier 發覺這個字是沒有人用過 那就最適合 那一定可以申請到 對 所以那時候就走了Boutier這個idea 出來 之後我們真的嘗試把這個idea 變成一個真實產品 變成之後發覺 我們做了那麼多產品 這個產品的traction 是最好的 traction的意思是 原來真的有用者覺得有需要 他們肯去放時間去用 甚至乎有些人肯去給錢去用 都有 成長不錯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 把更加多的資源 放進去做Boutier這個產品 甚至乎去到某個階段 我們覺得 咦?開始成熟了 就把我們原本的Red Show的團隊 拆了一些人出來 就專門做Boutier 因為始終以前在Red Show做的時候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那些項目太趕了 那些客人說 Erik不行 兩個星期下要出街 我們會把所有資源給客人 於是就令到我們自己的產品 發展會慢了很多 就沒有怎樣做 但去到某個時候 我們覺得適合 也剛好有投資者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拆了一團隊出來 希望這團隊可以很獨立 很dedicate focus 只做Boutier的事 就不會受到Red Show的其他項目 去影響我的項目 所以我們在今年年初 就拆了兩邊各自去發展 就是Red Show繼續接項目 賺錢 Boutier就希望很dedicate 去做好獎舖這個產品 所以就離開這兩間公司 原來是這樣的 新研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創業的朋友 沒有想過 原來你原先的idea 有機會 因為發展的步促 和市場的需要 可能會生出一個兒子 這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 就一直看這個獎舖的 整個生意上面 而且都幾容易入門的 相對一些的 就是Boutier等等 事實上市場的需要 會即時的 聽到會更大 因為對比剛才你講過 某些產品 可能都未必是 一個實質的市場上 那麼快即刻需要 但這個起碼想起 其實我講一講 他那時已經說 咦?我真的有費力 有需要 我已經介紹給他 所以他可能正在量度 如何再找你 這個就是簡單的背景 以及看到一般 做開始的創業者的經歷 剛才你說過 譬如說一些資金 人手的事情 我想說 你公司多少人 現在Boutier這個組合 大約十多人 大約三十人 大約三十人 最初回到最早期的時間 三個人 對 三個人 到現在加起來 四十多個員工 其實在最初最初的時間裏面 遇到甚麼問題 即是減少的時間裏面 三個IT人 我相信都是 都是的 都有IT background 最容易就聚在一起 接著就來了 在公司 最早期的時間裏面 你拿著自己的能力 以及早幾年的需求都比較大 市場上的競爭又小些 對 那時是否容易些 還是相對遇到困難 其實各有各好 和各有各難的 好處是先說 當時年代 其實不是很多年 即是六七年左右 是很快的 整天轉得 即是說我在app store 做個英俊的app 隨時全球就很多人下載了 現在幾百萬個app 你要得為而出 要花很多錢做市場 全中 這就是難處和易處 但是 說回現在的好處是甚麼 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政府 他們都知道 start up 其實是 整個經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他們都希望透過start up 鼓勵人的創新 鼓勵經濟轉型 未必只能獨孤一尾 希望多元化 所以無論是政府 到教育機構 到很多私人機構等等 都很support start up 所以如果現在做start up 你得到的支持 支援是大很多 而且也開始有很多人 成功的start up 公司 他們都有很多的經驗 可以分享 原來做start up 有這幾套套路 希望你不用太過盲摸摸 不知道怎樣走 我們大概六年前 真的盲摸摸摸 真的 所以當時我們的好處 就是三個IT人 很容易聚在一起 以及技術背景強 但不好處就是 完全沒有sense of marketing 完全不知道怎樣做 一個business model 放了在這裏 你買不買 所以當時的產品做出來 發覺怎樣賺錢 當時才投行 未有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可以賺到錢 所以這就是當時我們最大的困難 就是錢從何來呢 當然你做了一件事 雖然未有好的marketing 但因為你的那件事 真的做得好 那些人才會光顧你 才到現在 那你們三個不懂得marketing的人 怎樣走出第一步 找到client 甚至乎是否最主要用這個referral 因為你們不太懂得說 那時候怎樣去 起動到你的start up 公司 其實起動都很幸運 因為我在做start up 之前 就是一間 那時候香港也挺好的 一間叫阿虎 可以說名的 是22的公司 是很technical 那時候我也是在裏面寫program 但是我開始出來了 也開始有很多不同的 也好的同事 都出去了不同公司 那就很幸運 因為不同公司那一刻 好像這麼說 六七年前 對寫apps的需求都很大 當他們在市場上 還未找到很多人 懂得寫apps寫得好 剛巧他又認識我 就開始可以refer到這些job給我 無論是他直接refer 或者他有朋友想做 也會refer給我們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怎樣做sales 沒有怎樣做marketing 靠referral 就運到頭的一群客 很感恩 當然也要靠自己 你有了頭一群客 如果你做得不好 都沒有第二第三單客 希望當時我們相對都是親力親為 都很拼命地去做 只有三個而已 你還可以點得到誰 所以都處理得挺好的 還有我們當時相對競爭是少些 在市場上 所以留到一些客人 甚至乎客人都很主動 再refer多些客人給我們 所以開始就慢慢可以找得多些生意 找得多些生意 三個人都做不完 開始又請多些人 又找多些生意 又再請多些人 去慢慢build up the team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但剛才你說過 你們三個本身 真的很想做自己的產品 當你們承認了 或是有客人 開始穩定的生意 是不是那時候 那時候的想法就開始來了 不如這樣 你們倆就先做 另一個自己想的項目 是不是那個階段性會是這樣 還是一開始就已經想做自己的項目 其實一開始 我們就做了自己的項目 然後就做項目 原來倒轉了 我們開始做了一個 叫做Beyond 6的項目 原來是說過先的 但是因為找不到錢 所以就去做項目 但是做項目 我們其實有很多同行都是 當你開始做項目 那裏有錢回來 有甜頭 那你開始會忘記了 不如我就不停做項目 做項目 那就忘記了自己想做項目 但是我們三個人都沒有忘記 還有我們都很相信 就是說當然做項目賺錢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很scalable 賺到很多錢 是的 這個就是交了租先 還是讓你剝大了你的名字 之後更加多的錢 你那個Facebook 所以我們當時 為什麼就出來做項目 我們相信互聯網的威力 當然你做不適合 沒有辦法 做得對是非常scalable 我們不是說十倍、一百倍的scalable 而是說萬倍、千萬倍的scalability 所以我們當時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說賺錢是需要的 但是賺錢的最後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給我們有資源 做自己的產品 那很幸運就是我和我的partner 都是大家有這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不會說一個想做多些 賺多些錢做項目 一個想做項目 所以當時就兩鐵退走路 很簡單 有項目當然是接 但是都盡量會分析一堆的資源 去做自己的產品 其實兩件事都相負相成 因為很多時候找我們的客戶 都是想做product的客戶 這群想做product的客戶 他不只是想找一些人寫program 其實他需要一些人有行業的資訊 又關於怎樣做internet product的know-how 不單只是技術 可能少許marketing 可能我們少許growth hacking的技術 那這一方面 如果我們本身都做很多product的話 其實這個是我們可以給到客戶的extra value 還有他也知道 其實做product的人 有做product的人那種passion 就是說你對某些產品有些執著 你對市場有這個認識 你又怎樣想 我明明看到市場有這個需要 怎樣把idea變成一個適用的產品 這個想法其實也很幫助我們的客戶 去實現他們的idea 所以就變得兩邊其實是相負相成 因為很坦白說 如果有時遇到公司的人 是想要接個project的話 他沒有passion那種厭佔 有時的位置就是那個厭佔的位置 可以令到其實差很遠 例如蘋果粉絲都很明白 就是教主一點點的閹尖部分 想做好一點點 這個部分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些人 幫你去處理你的idea 就好像你的網站所說 TailorMate的情況 你有心才可以的 我想這樣說 很多startup的朋友 都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跟平時你做生意很不同 你一定有passion 你對某些東西一定是有些堅持 那種傻勁 你才知道 傻勁這個中文是很對的 就是很坦白說 我自己也是傻傻地 對某些東西是很有興趣的 我不會理會這麼多 我覺得真的可以 就會直接去做 但當然又不可以完全地零 因為你都很明白 舊東西擺一張 你沒有人不買 就很大件事 這個階段 去到這個位置 沒有離開了你們的初衷 就自不立 剛才你說過 掌舖是一個 現在都可以分到資源有投資者 我想問中間裡面是多少比幾 這個是一 後面有多少個失敗了 比例上可能對一些想做startup的朋友 有一個小小的概念 比例上究竟 你自己的比例是 即你做了一百個才有一個得 即是成功和失敗的比例 是很rough 我想每個個案子不同 但我們自己的經驗 都五比一左右 即是失敗了五個產品 然後開始有一個產品比較成型 嗯嗯嗯 即是兩個又不是想做那麼多 我們都沒有那麼多資源 可以做一百次失敗 對 我只是想說 因為本身你每個裡面有零 可以再設定 或者去到真的見街 才知道它不行 那個階段其實一般來說 要開展多久 所以其實我們所謂startup界 都信奉了一件事 叫 lean startup 即是很快就可以試到那件事 當然傳統的東西 我要做好整個產品出來 做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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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成功 但其實你做這一大龍鳳之前 其實你都不知道是否效果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做一些實驗 做一些很輕的方法 去測試到底市場 需不需要這件事 到底我們有一些 例如這個實驗是怎樣做呢 例如我有一個產品idea 我不用做出來 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網站 說我有這個產品 你有興趣的 麻煩你訂閱給我 我講到很珍貴的 不是每個泥我都受的 你訂閱了 我們抽籤或者怎樣 我就讓珍貴客戶去試用我們的產品 即使你只是發出一個訊息 說你的產品是做些什麼 如果你擺出市場 當然你有做一些正確的市場 如果回來反應很好 幾千人排隊 那你就趕快賺錢去做 如果你做了出來 沒有反應 你只要想一下你的idea 是否只有你自己喜歡 我都是虧過網站 都沒甚麼意思 對 沒錯 你虧的就是虧過網站 你不是虧了我整年時間 扔了幾十年去做一個產品 發覺沒有人要 這個是最慘的一個產品 如果你真的想試一個 start-up公司 有很多idea 你可以幫忙試一下這些 當然對客戶來說 就是確認 我看到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有 可能都是虧的 尤其是很新的idea 但我想對一般創業的朋友來說 是挺好的 一個小的idea 因為坦白說 你真的要做很多marketing 要搞整個東西 我想最大的資產 或者投資是自己的時間 和你講真的 你甚麼都不做 只要做這件事 但這個很簡單的testing 起碼Marketing公司也不用聘請 純粹是找手間來做這件事 我想有需要 因為近陣子 其實真的多了很多start-up 很多人有很多idea 過往裏面我都遇過一些朋友 他們自己有公司 或者start-up的portrait 他真的做完了 出了街 我想他沒有去到 完全賣的階段 就是做了一件事 完成了之後 才發現是沒有人要的 那我就覺得 蛤? 那是他的產品 他不是你的網絡 即是一些產品 還要做舊的產品 他要做舊的產品 然後就 蛤? 那我就覺得 原來有些 因為我某程度上 我初初的概念是 覺得你有人投資者 或者等等事情 你都需要有回到 那麽差不多的 穩陣 因為以前那一代的生意 是相對穩陣的 但你現在start-up很多 那又行? 因為這個世界太快了 即是你不可以等 我做完產品出來才試 不如我先試這件事 是不是合作 我先去做產品 其實不找投資者也一樣 其實最好是不用投資者 我半生意已經賺錢 那我就不用投資者 但我就想加快這件事 在我未賺到錢之前 我已經想 expand 只要我 prove到這個 idea 真的市場上需要 亦有一個 growth 那不如先找投資者 先投資下來 另外有資源去快些擴大 這也是將整件事 加快速度和先來市場有些不同 即是加速的情況有點不同 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有很多朋友 蠢蠢欲動想做這件事 要留意一下 首先你看看你的產品 是實物 還是精神的產品 如果知道了 那你便可以想想 哪個方向可以幫到你 剛才提及過 在你的產品 譬如獎舖裏 為何開始會 好像有些希望 好像好些 除了說可能市場上有需要 之外 你相對說過有一個獎的問題 即之前 其實會不會有很多 開始上的朋友 都會多玩獎 買了一些比賽 就像設計師 拿了命之後 是方便一點的 其實都是一個 trade-off 當然大部份來講 拿獎是好事 所以現在其實在坊間 很多公民機構 政府 不同地方 是有很多不同的獎 這個你去參加這些獎 除了得了獎 有知名度的幫助之外 其實在參加的過程 幫你 refine 你的 business model 你的 proposal 因為可能有些獎 可能要過幾關 可能你第一關 你連評判第一關的評判 你都過不了 那你未必真的可以 面對到 market 所以去拿這些獎 我覺得過程都是重要 亦都幫你 去將你的 business model 更加實正 甚至乎可能 在你的 interview 即是見評判的過程 有些評判已經喜歡了你 哇 這個想法很棒 可能已經找到你合作 會 所以我覺得那個獎 是大部份都好 不過 對 staff 來講 我們都見到很多 staff 就是不停去拿獎 不停去參加很多比賽 亦都會過少少 就是說 實際上你的 product 到底何時才賺錢 何時才做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只是說 只是說 何時做出來 何時有產品 有實際的 market 數據等等 這個亦都是一個平衡 即是到底你放了多少時間 去參加比賽 和放了多少時間 做實際的就是我的 product 這個大家要去考慮 但我覺得很早期 你參加幾個比賽 沒問題 但你沒理由做了兩三年之後 你還是只是參加比賽 沒有實質的業務 這個就是我考慮 就是為贏準金儀 去維持你的 business 當然有些問題 因為正如我認識Eric的情況 就是滙豐的青年創業長 很坦白說 正正就是 就像剛才Eric所說的 當中裡面 有不同的部分 可能評判會挑戰你 然後你的遊戲規則當中 你要適合他們的東西 你去review 你自己的整個 business model 因為他遇到的情況 譬如我們是說的厲害 你的 engine厲害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的生意 有些事情 可能是我們想像以外 甚至乎去到很好的 有些 suggestions給你 有些 mentor 或者可能是他的評判 令到你 原來我們可以有些點子 令到這件事 公司健康才成長 以及一來亦真的 令到更多人認識等等 所以玩比賽也好 這個優勢 就算是不同行業 都用得著 但相對 你有一個很好的 suggestions 就是 認真點 不要只是玩比賽 不早失業 因為坦白說 你公司去到你那麽上下 拿多少獎都好 Be honest 去到某些level 尤其是你 當然如果你的產品是 是給公眾的 可能見到你的名字 會比較好 但如果你找投資者 或者說一些差不多 做business的人 他們的眼睛是很雪亮的 是 很坦白說 你那些list 他會先放在這裡 看看你裏面的東西有多厲害 這個很真的 即是投資者覺得 你拿了很多獎 但是完了 因為他是要看你實際的 增長 做不做到 獎是感上天花的東西 當然 我都說獎 你可能對不同的階層 有時候 譬如你這樣做 我當然要最重要 有幾甚麼兩 即是否可以 還有投資者等等 他們要找公司 可以增長 還有價值 那些獎 那個價值 頭了兩秒 可能見到有 但之後會怎樣 都是很需要你們的實力 去安排 好了 在這個部分裏 知道獎 一部分幫到手 已經開始起動了 有現在自己試到的 一個好一點的產品 其實會不會 在這個市場上 剛才你說 你不是很熟 市場的東西 當然現在應該好多 好少少 好少 其實會遇到 甚麼困難 因為真的有很多apps 即是 一扔出來 又有新apps 又有新apps 甚麼都有新apps 那怎樣吸引到 這家的一般用家 去用你的apps 我想第一步 你要很清楚 甚麼人會用你的apps 因為不是每一個apps 都適合所有人 是 甚至乎你只有很少部分的人 所以在那部分 人以外的人的想法 或者留言 你可以先放在一旁 因為的確他們不是你真正需要的用家 好了 那你分析了 你的target audience之後 麻煩你真的跟他們 多聊些 甚至乎你把你的產品 直接拿給他們去試 拿給他們去用 他會給予很多 很好的 feedback 給你們 甚至乎 甚至乎 還有盡量不要太客氣 因為 很客氣 多好 但就算我給你免費用 你會發覺 後面我們會做 tracking 你會發覺 就算我給你免費用 如果你不是真的有用 他們會放在一旁 是 我也下載了不少apps 幾個月都不見你進來 你說多好 通常的留言都會偏向lice 但是看數據就騙不到人 見到你說好 但實際上 一個月都不開一次 即是沒用 所以你就會從中看過這些數據 我們就會基於數據去知道 原來哪種類的 user 是更加適合用 哪種類的 user 可能暫時我們的 所謂的 product market fit 未做到 到底產品 是否符合到的市場 在數據上比較清晰 可以反映到回來 所以我們就會用數據去做 沒有 我經常覺得數據這些東西 是沒有什麼人情 沒有得騙的 這些是沒有得閃的 你說的 多麼Friend都好 沒有照片就沒有照片 當然很明顯 如果掌舖 一定是關於開舖的東西 你說大不大 小不小 可以隨時一個人說買 因為IG很明顯是一個 很大型的 無端端自己變成店舖的地方 只不過少了一個 即是收錢的部分的情況 其實會不會 你這個定位 有未去到Mars market 但大部份都是關係的 美女無端端說 我買一些東西給你 那些都可以 其實你們那個定位 如果是這樣的階段 其實會不會有時候 反而是更難做的 要不就很niche 要不就很寬 所以其實我們都在學習的階段 開頭我們都想 每一個人都合用 打一個general market 但好像剛才發現 很多人下載了之後 其實他用的時間不夠多 那我們就慢慢尋找到 在這一群人裏面 有哪一群人是真的合用呢 當然IG 我們一開頭 做一個最大的購賞 因為當時做這個想法 都想到 很多人在Hash tag IG 就會落一些 852shopping之類的 就給人去買一買東西 但是就說你在裏面 怎樣幫他做到 簡單的transaction 收到錢 這個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 我們發覺在IG上面 是有這個lead 而我們有一群用戶 都是在IG 或者Facebook多的 但是做著做著 我們發覺會有 多些其他market 我們發覺在現在來說 其實對retail 對那些真的有實體店舖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很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一方面就說 網上的競爭很大 很多時候 那些人在網上買東西 不到我的店舖 那樣 他們都要想辦法 怎樣令到他在網上 都起碼有他的presence 那些人見到他的東西 甚至乎 如果我是去過你的店舖買東西 其實我已經trust了你的店舖 我喜歡你的產品 不過又沒有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我下次想買 我不用再去你的店舖 我去了你的店舖 有個KR Code 我知道你的網址是什麼 我不如直接去你的網店買東西 我們發覺這件事是可行的 因為最重要的是 在IG上面 在Facebook上面 太多 太容易開店舖了 所謂 那到底那個產品的質量 是不是好呢 是不是真的有一幫 真的有心肯給錢的粉絲 這個是一個 question mark 有些人做得很好 但是也有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那個範圍是很寬的 但是剛才說了 如果是有實體店舖的朋友 通常都ok的 如果不ok都交不到店舖了 所以說他的產品和他的service 是ok 而他也有一幫固定的客人 問題是怎樣幫助這幫固定客人 更加容易買東西 或者可以開始 給多一些新的客人進來 你未必是一定要在門面吸引他們 現在變成在網上吸引他們 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開始發覺 原來對於那幫 retail 有實體店舖的朋友 其實那個 need 都在 這是我們一直踩入市場 一直 fine tune 出來的結果 當然要很努力去知道這件事 你說在IG的就是買東西 其實我們久不久都會收到一些 一些資訊 可能新聞 就是很多假的產品 我想問你 在這個平台部分 其實你會不會控制 不要叫控制 你會有些standard 去確保賣家 他們不會有些假的 因為說真的 整件事可能會影響你們整個brain 會不會有這樣的安排 其實這個都很高難度 因為我們不是每一個產品的專家 可能我熟球鞋 但我不會懂得女士的一些 fashion 到底每一個產品是真還是假 其實我們比較難去判定 但是我們因為整個model 就是你在社交網絡上 去建立你的 fan base 去建立你的信譽 同樣地你說 我去Facebook 開一個帳戶 或者IG開一個帳戶 其實都沒有監管的所謂 任何人都可以說我買任何東西 問題是這個 現在寫完其實很透明的了 你說我買這件事 是否真的有人肯買呢 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你的 quality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建立 當你真的這件產品可以 你才能建立那件事 所以我們的角度 就是我們不會 絕大部分情況 不會事先做監管 即是你好像Facebook 好像IG那樣 你可以放一些東西上來 當然我們有條底線 即是說你放一些非法的東西 當然不行了 只要那件事不是非法 但是那件事的 quality等等 我們沒有辦法去監察 沒有辦法去肯定 那就是由他們自己 去負上最終的責任 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那件產品不行 其實你放些東西上去 不會有人買 現在那些人沒有那麼蠢 即是你放一件東西上去 明明一千元 你說標價百元 我是否會相信你呢 即是我們看到 大部分情況都沒有 甚至乎 雖然我們的產品是易用 但是其實都是真的有心 做生意的人 會偏向比較多用這個產品 如果你這樣沒有心去做 可能你隨便 做一些photo在Facebook 就算了 所以我們發覺 我們經驗來說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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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的用戶 是真的比較實正 真的賣得對的東西 你說有沒有一些很 marginal的case 我們都遇過 那也都很幸運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他們肯肯收 credit card 收 online payment 其實相對是有信用 因為你都知道 其實所有東西都traced到 如果你是騙人的 其實traced到 要cash 收貨 很輕輕地的站 那些真的traced不到 整件事 所以整件事 我們一方面很推 那些叫online payment 即cratic card 另一方面 其實那些東西都比較traceable 亦都令到你買賣 對雙方都有更多的保障 對雙方都有更多的發展 當然很多的發展 從最初的初刑到現在 去到找得對 知道得到 哪些你的客戶 甚至乎你的客戶 是比較肯定的 可否這樣說 在這個創業階段 都這麼長時間 雖然這隻兒子 這隻兒子 第二隻兒子出來 都算是平穩地走 是否很順利呢 你現在覺得你的創業路 其實有好有不好 至今來說 算是未有太大的困難 不過麻煩點 或者不好點 就是你可說太順利 但問題就是沒有一個爆發點 因為很多時候 網絡的產品 他們投資者 需求需要的 都是你的爆發點 即它不是要你很順利地做好 順利地增加上去 它是要你爆發地增加上去 爆發的意思是 可能突然有些新聞 可能突然有很多人搶 譬如當時 做Angry Bird 一段時間突然有很多報道 看到很多人下載 越來報道就越多人下載 那是否指這類型的爆發點 還是指什麼的爆發點 我想有兩種 一種就是做出來的爆發點 例如你有沒有狂錄很多廣告 電視廣告、周圍廣告 一定會吸引到很多人 這個錢處理到 錢去形成的爆發點 這是第一 第二點我們叫做自然的爆發點 即是說其實我不是真的 扔很多錢做市場 但可能剛才說 當你的產品市場合一中 因為我相信很多時候 那些產品出來 不會說是第一個版本 就是對的 大部分都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第三個版本 慢慢調節調節調節 當你調節的時候 你會知道市場需要什麼 去到某個第三個版本 假設是中了產品市場合一 那就開始有很多人會用 因為就是他們覺得 你的產品真的好用 對用 解決到它的痛點 那就會相互相成 有很多人用 很多人會有很多人說 有傳媒報道 又會吸引更加多人用 當更加多人用 如果你的產品 已經做到 產品市場合一中 就好了 就會做到一個 但很多時候 亦都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就是 我要捱到 一個做到 產品市場合一中 我哪裡來的資金 是的 所以會不會有些事情 就會反過來 就是我先做一個小 我先做一個不自然的 增長 很大 亦都會有投資者 亦都會有人相信 這個東西真正 給了資金 然後我慢慢再做好 產品市場合一中 所以怎樣做都有人去做 亦都會有不同的投資者 有些投資者購入你 因為就算你賺錢 做到一個很強勁的宣傳 其實都不容易 即是只是P&R Marketing 你覺得你做得好 其實都是一個價值 可能由投資者 就看到是 你夠膽做這件事 你又真的能行動 其實都是一件事 他亦都會看整個團隊 或者看整個商業 他會相信 我給了錢 而你有這麼多人用你 他相信你有這筆錢 有這筆資源 其實你有辦法做好的產品 先後試睡無所謂 所以亦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現在又未找到那個位置 我們暫時的家庭 我覺得是平穩地發展的 但是我們是追求下一個爆發點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在想 在現在我們建機 在整個市場的認知底下 我們知道其實市場要做什麼 到底我們怎樣做到下一個 再厲害一點 真的更加多人用 這個爆發點 我們現在正在做 你既然在想這個爆發點 當然是再問深入一點 現在腦袋正在轉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爆發點 先說人造的 市場做的就做了 人造剛才所說的 一些付錢的市場 會不會再 每一段時間 就會有新的趨勢 為什麼最新的 會不會說 已經不是我們常用的 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可以吸引再多些人 我想說一些暗黑一點的東西 我真的想聽這些 很簡單 解釋你是一個Apps 你要尋求的爆發點 就是多人下載 多人下載 之前怎樣多人下載 就是你在App Store的排行高 當你越高 你就越容易見到你 其實很多人會去看App Store 有什麼流行的 我都會 所以越高就會越高 問題就是你怎樣去令它高 有些暗黑的市場 或者暗黑的方法就是 你給錢給一大堆人去下載你的App 幫你購入去 例如第一 那個Amount是多少 人的數目 你說錢還是 別說錢 人數 例如人頭是一千人 或者一萬人的人頭 如果以香港這個市場來計 我想你能夠做到 一天有過萬人下載 或者幾萬人下載 應該可以去到Top10之類 那你就賺一筆錢 找到頭幾萬人下載 但你是多少日才明清了 當然你要越窄越好 你說我分散了一個月 這樣就沒有效用 每天內會有同一聲 每天有幾萬人下載 那你就可以入到Top10 當你一次入到Top10 那又會有更加多人追著 去下載這個App 那你就可以一直滾下去 明白 我為什麼這樣問你這個概念 一進入Top10 都差不多 好像那些歌 它會掉出來 是 但原來不是的 當你Top10 可能你容易 在那個停留的短短時間裡 你去到人 然後慢慢滾動 那當然 如果你不停使用暗黑方法 你就可以留在排行榜 是錢 是 暗黑方法 就要看你有多少資源 暗黑多久 當然你說香港暗黑 都需要以萬計 都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所以剛才第二個問題 當然就是錢 在這些部分裡面 因為很坦白說 都有的 你知道很多時候有些表演 都有些觀眾要 你才不明白 那你當然要找人去下載 那這一類的價位是怎樣 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用過這種方法 所以實際 配合的事件 我不知道 不過我給一些另外的參考 因為我想很多 大家會通常用的方法 是什麼呢 就是在地鐵站口 給你半罐汽水 叫你下載 應用程式 我想這個很多 那價錢是什麼呢 大概5至10元 就是說你不用太過暗黑方法 你幾乎上 這個半月暗黑 幾十多元 十多元 十多元 你會買到一個用戶 所以你大概用這個參考 你會知道 你一是用這種方法去買用戶 要是用別的 更加直接的方法去買 OK 但是當然 你要直接找的 你起碼首先有那個Pool 或者是Agent去處理 但是你說真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廣東道是比較多的 就是有些是派 當然可以叫你下載程式 等等的事情 有些這樣的方法 當然 這些講得衰些 雖然是暗黑 但是也是一個行業的方法 就不是完全犯法的形式 只是只是花錢 好 在這個部分大約 大家會知道怎樣處理 當然 剛才你說的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投資者 現在更新的 就是最更新的投資者 在你們這個行業 去到這個階段 又不是開始得了 又去到中間 又有些獎 開始要找投資者 其實會有些什麼方向 去找到你們想要的投資者 我想幾個方向 首先最大陸的 Science Park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cience Park等等 半工營機構 尤其是他們做很多這些活動 所謂一些的 Investor Network 你可以測試他們的活動 去認識這些投資者 好像剛剛 我記得上星期 他們在ICC 那裡有一個叫Elevator Pitch 這個很厲害 很厲害 也是其中一些方法 去認識投資者 這個是一種 不過我自己覺得 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你未必中 你去找投資者 跟投資者去運作項目 如果太過這樣去找 其實中的機會不高 可能是很年輕的 即是一些很年輕的 新的開始的朋友 或年輕人 就玩這些 可能會比較貼合多些 因為他又試一下 又有多些經驗 又見面 又見面的情況 但因為你已經去到某個階段 另外就可能真的要經過朋友的referral 朋友的referral 回到這麼傳統的 相似的形式 因為我想投資者 他們會喜歡不同的project 喜歡不同的project 因為不是所有project都看 當你有人介紹的時候 那個人也會知道 這個投資者要些什麼 他也會知道 你這個product的好處是什麼 他真的覺得對才會介紹 因為介紹其實也是一種人情 也不會將兩樣東西 不混合的東西去介紹 而且知道你不行 所以那種這樣的介紹 那個成功機會是高很多 這個也是另一種 當然我們很多都會 甚至你夠膽的 你自己去 因為其實在網絡上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投資者的資料 你夠膽的就傳個電郵給他 當然你要比較有attractive的方法 因為我想他們的投資者 每天都看幾十個的電郵 你有沒有辦法去中到他 這個你可以試 但機會都不高 所以我們自己的經驗都是 因為認識人好過識子 類似的說法 有些這樣說過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比較好的網絡 是容易一些的 當然有網絡 我也要多加一句 你本身要別人可以才行 因為你要別人 refer你 沒錯 坦白說你拿了卡片 沒什麼意思 他會了解你是不是真的去不去 因為他介紹你的時候 他會拿你自己的人格 是 是 所以我都說 referred 其實是一個人情 很難還 還有那部分 還要牽涉一些投資 還要不少的投資 變成有些事情 因為我有時看到年輕人 會到處撞去亂識別人 不是不行 是要認識的 但你就要很清晰 究竟你是需要些什麼 沒錯 你就時間 因為說真的 其他時間 你不如打點心機 自己在start up 做自己的事 如果做得好 其實反而有事 自然向 可能你會求回你 很同意 所以第三個方法 應該就是你做好這個產生 不是不是不是 這件事一向都要做 市場都是很透明 你做得好 當然你也有適當的marketing 或PR 你做得好 反過來投資者也看到 是 真的會有個案 是會有投資者主動 或者反過來 他找人介紹 去認識你的項目 也有 又或者你做得夠好的 你真的帶個卡片過去的時候 我見過這間店 我知道這間店 他立刻印象 立刻會肯和你談 你說這間店 我完全都不懂 沒有聽過 都未必肯會談 所以真的做好自己的本份 我覺得這個是怎樣都錯不了 會 因為很多時候的社交互動 商業的社交互動 有太多人 有太多新構思 有太多新的產品 或者可能是新的朋友 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 你要令人認得你 記得你的可能之前有些獎項 或者你的產品就爆 變成你實質地 別人才會回來 我想這個循環都很重要 而且真的不要忘記本頁 剛才你說過你們 最重要的 就是你們自己一手好功夫 做好 整理好 變成真的 在市場上 很多時候 投資者都可能 會發現事情太多了 一不小心 都會找到一些 可能不是很危危苦的情況 甚至乎 這個我常常聽一些 做program的朋友說 他說 這間很多startup的朋友 都不是寫的 都是罐頭 其實是不是 要問一下專業 我想都有的 你說越來越多這些project 一定是質素上有好的 有不好的 都會有 不好的 好像這樣說 可能只是吹 甚至你吹到似層層 但其實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有 說真的 因為始終我也是 剛剛踏入這個情況 三部分 我都不是完全見過很多世面 我是想極都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什麼都沒有 但是可以走出去吹一下就可以 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有些很催得的人 不過當然投資者也有一扇門 他們那扇門叫什麼 Due Diligent 就是當大家談到 情投意合 我真的想有興趣投 你真的給一些實際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真是堅定留 我們就有一個 Due Diligent的process去做 那投資者會檢查你很多東西 檢查你盤數 檢查你講的東西是否真的 你說拿了獎是否真的拿了 你說的產品有什麼pattern 是否真的有 你說的產品有多少user 有多少active user 是不是真的 這些已經做了 才有這些東西 是的 所以我認為你能吹出來 但是如果只吹沒有這些東西 一到Due Diligent 應該也過不了 應該也過不了 所以對投資者一定是 認真那些一定會做一個 很嚴謹的Due Diligent Process 是 那就不會說一些只吹的 都應該沒有辦法過得到 因為有一些真的 不好意思 有一些是很認真做事的朋友 有一些是想吹完之後 是一些事情會自然發生的 我想這樣說 可能出現了什麼 因為你是本身做program 你是不能吹的 吹錯了 吹錯了 分別來就是錯了 所以我絕對相信 你們對那些東西的嚴謹程度 是極高的 但這可能是sales底 或者市場底 它本身 它不是在這科 不過它有些機遇 有些partner 它可能有機會 就會吹得大了一些 就出現了這些情況 很感謝你給大家知道現實的情況 如果你很不小心發現 剛才的說話我中了一點 其實在一些sales的時間裏 即是遇到投資者的時間 如果遇到不好的話 相對是一個災難 如果不好的投資者的情況 會對Sales有什麼大影響 我想找投資者和找partner 都差不多一樣 很重要 如果你和你的partner的意見不適 大家方向不適 其實你的公司也搞不定 投資者是一樣的 例如有些投資者 可能要求你下一個季度 你立刻要給到多少的數目 但可能你的心目中的plan 是 我這一刻我還未去修改 其實我是在耕耘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不相關的話 到最後公司的方向是怎樣 其實整件事都會不好 對你自己的士氣 即是填隊的士氣 甚至真實的execution 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好的投資者很嚴謹找startup 公司 反過來好的startup 公司 其實他們都會去screen 會去看哪些投資者才是他覺得 真的對 大家對 channel 談到的 因為各位想著 slav的朋友留意 不要想有錢 居住他 這個絕對會影響你公司發展 甚至令你肚子氣 搞不成都會不出奇 這個我也是聽回來的 就說可能本地的投資者 即時會爆 外國的投資者 可以跟你煲很久 就像facebook煲了很久 之後到現在那麼龐大 其實會不會是呢 會的 因為我想香港人的心態 始終都是磚頭 即是說他會覺得guarantee 我把錢出來 guarantee有多少息 多少利的回報 但startup 基本上沒有 startup 反過來 一流沒有guarantee 當然你追求的 也不是幾利的回報 希望是倍計 多少倍的回報 不過這個回報之前 你一定是要很長時間 很辛苦去耕耘這件事 但是到底你肯去更耕耘的時候 投資者肯不肯陪你等兩年三年四年去耕耘呢 這個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投資者偏向真的要即食 或者起碼他會覺得 你已經去到的階段 在賺錢了 guarantee 有多少startup 他覺得我會安心去投 他未必會投一些風險很大 我想這也是一個循環 因為反過來 如果是startup 不好 真是我頭餐都是奶的 都是不好的 他也沒有信心 再去給一些好的startup 所以我覺得這個ecosystem 其實是慢慢在建立 希望一方面有好的投資者 肯給passion 肯給錢去投資 我們都要有好的startup 去做到 真是做到好的case 才令到投資者有放心 當然這個循環 希望業界又幫忙去處理 當然我有兩件事 想起這個話題當中想問 第一件事 政府會不會 就是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不斷推動 你知道林鄭說了很久 一定要有創意等等事情的事情 政府是不是會有一個感向的推動 而令到大家可能有一個空間 就是不只是香港本地的投資者 要這麼短時間回報 另外一個就是 是不是應該向外走呢 這兩個部份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所知道 其實我們都在找投資者 我也做了少許study 的確現在新一屆政府 拋出了一些方案出來 例如它有一個類似基金 你要去找一些 當然那些投資者是要去List所的 即是Qualify 合資格的投資者 當你去找這些投資者 他肯投下去的時候 由你去申請政府的基金 他可以給予類似2比1的分量價格 再投回去你這個project 即是可能你問投資者 要拿500萬 同時間可能政府 已經多給250萬給你 即是Total有750萬 這是一件好事來的 擴大了整件事 擴大了整件事 而且我見到他們的條款 都不算是不合理 對於STARP來說其實是一個好的支援 這個我想是相對是一件好事 當然去到最初 你首先要找到這群合資格的投資者 以及他們肯給你500萬 才會有這件事 他所謂的合資格合資者 包括什麼 他們會去找投資者本身的背景 他們是否真是一個專業的投資者 即是不是我有錢 我隨便投都行 即是天使基金可能會拿出來 詳細我 他有什麼資格我就不肯定 因為我不是投資方 我不會去想一下我到底是否合資格 但我見到所謂 他能夠列出合資格的投資者 都是我們所認識的一些比較 即服務員 即是一些比較出名的 VC級的投資者 他們很多都會在那個列入列 反過來 你覺得去找這些投資者 都比較放心 是的 相對相對 但向外走 另外經常有人救病 說香港市場太小 這個看你怎麼看 某一些產品 是真的好小 因為香港有幾百萬人口 沒有說全球 只是東南亞區 或者大陸 都在說幾千萬幾億級的人數 所以幾百萬人來說 是太好了 以網絡產品來講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start up 的想法 亦都是 think back 不要只想 我希望服務街坊 一百人算了 我希望香港這個產品做好之後 其實東南亞 大陸 可能歐美 其實都用到我這個產品 那個scalability 是在說百倍千計 萬倍計的scalability 那你會想像到 如果我原本是 這個產品都可以賺到十萬元 其實可能是千萬和益數 所以為什麼不去想 怎樣出去呢 所以我們很多start up 都會想怎樣出去 但亦都是雞同雞蛋 就是當你一要踩出去 外面的market 你要放很多資源 例如 走出去 可能很多朋友 香港都已經叫對熟識了 那外面會遇到什麼 或者外國的需要 需要的東西會是怎樣 正如你所說 其實需要到底是否正確呢 因為香港人需要的東西 是不是等於馬來西亞人 都需要呢 就先要知道 你那個需要 是不是universal 是不是其他地方都需要 又或者 原來是馬來西亞人要 但可能美國人不正確 又或者美國人都有這個需要 但美國已經有一個很好的產品 那美國人當然會用回那個產品 其實你沒有一個原因 他用你的產品 所以你會 identify 到底是 就算我走出去 哪一個market 才是真的適合我這個產品 這個第一點 好了 當我馬來西亞的人真的適合用 那馬來西亞的語言會不同 他們的一些用戶習慣 可能都不同 他們的marketing channel 我們所謂做marketing的方法 都會不同 所以等等這些東西 你要去adapt 你要知道 我就算把product適合用 我都要把它adjust回 他們的culture 他們的user behavior 那這裡會有cost 那剛才說marketing 就是 可能你在香港做得很好 在香港都有人認識你 但是馬來西亞真的沒有人認識你的 那怎樣令到馬來西亞的人都認識你呢 你可能要把同一個套路 或者是同一些marketing的方法 放到馬來西亞去做 所以你一去踩多去一個country 其實你所要想的東西 所要用的cost 其實都多很多 因為曾經有些startup朋友 都說笑地說 看見有些去bid一些新的生意 進去某一些香港出名的地方 我不說bid間 很害怕 他們看到他們的promotion material 或者賣的東西 你會看到 蛤?這樣就可以了 香港本地可能可以的 但你走出去的時間裏 整件事你擺出去 例如很簡單 Kickstarter 看別人的promotion video 嘩!這麼高質素 就好像全部蘋果的感覺 坦白說 最基本的 這兩個 你手機拍攝 和找隊伍拍攝 已經有兩件事 就是價錢差很遠 還有剛才你說過 有些promotion 不同地方的需要等等事情 所以走出去的時間裏 對於一般很startup的公司 他們真的有一個問題 錢從何來的問題 而且真的很難猜到不同地方 因為我剛才聽你說的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研究的部分 都很花時間心機 所以最好就是 你有一個熟悉當地市場的partner 即投資者都會看 你做香港的事好 但其實你從來沒有去過 那個地方生活 你從來在那邊沒有connection 他怎會相信 你能夠打到那個market呢? 反正原來我其中一個partner 其實在當地那個industry 可能已經做了十件事 他有那邊的marketting 我有一個好的product 他有一個marketting 大家就可以結合到 那你這個tips 是否真的說 如果你做一個startup公司 最好你自己的partner 都會有員工 或者很core的人 是聯合國的 是very good 如果你打算走出去的話 是的 如果你是走出去 而且你打算利分逼 其實你的market 不是只看香港的 我們真的覺得 你整個team的文化 team的組合 是越多元化 越多國籍 其實一定是越好 這個挺不錯的tips 因為很坦白說 有時候遇到的 通常都是幾個年輕人 尤其是政府很多的獎金 即是一些基金 是很鼓勵大學生 就出來的 那大學生是甚麼 即是同學 即是中國人 都不是的 因為現在很多 有很多的交換生 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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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學校都有的 我們發動 我們聘請了一些委員 我們都可以聘請到外國的委員 同時我們有很多 本地的同學 他有很多同學 都是交換生 我覺得這件好事 就是你可能在校園裡 已經認識到外國的朋友 可能那個人又覺得 我都想認識多些香港 或者他想在香港做事 那你便可以從中結合到一個團隊 有香港的know-how 亦有外國的看法 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方法 其實對整個校園 甚至乎一個行業 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這也是交流生活 來香港的原因 就是他們多了一個機會 亦是令到本地的人 的思維有些不同 還有原來多多一個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投資partner 跳出香港 因為其實真的有時候 這個idea 可能平時少地 會想得那麼多 就是知道 要去外邊哪裏 找香港那些 都說得出 或者很容易找到 另外遠一點的阿里巴巴巴 都說我會知道 但是再多一點的外國 可能會 資訊上沒有即時那麼多 變成如果有個partner 他本身很熟悉當地的東西 其實現在隨便說得出了幾個 那就會相對好一點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要想 因為打算完 就要向前走 正如你這樣 你都在找投資者的階段 這個也是一個大家可以思考的問題 當然現在就在找中 仍然努力當中 其實會不會有遇到什麼特別困難呢 去到這個階段 說真的你的背景也不太熟悉 說真的 不是TV Super 大家現在做夢都記得 基本上 你有很強的一些reference 告訴別人 你做到這件事 因為說真的 經常都會看到 家裡有多少人用 那些東西 你的伺服器很ok 你的本業 你的solid的東西很ok 但是 仍然在找投資者 其實會遇到什麼 因為這個size 我不可以當你初階 這個位置 你要再跳 那些階段 可能已經有些不同了 所以這就是半個階段 好像這樣說 我又不是去做start 我們現在在找中 都未必是在找中 ANGEL的投資者 其實可能已經過了ANGEL的投資者 反過來 如果用現在的規模 去找ANGEL投資者 可能相對容易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多ANGEL投資者 要求的事情 他們要看到的事情 是 但因為我們現在在找中 的 amount 又比他們高 好了 當我去找VC 就發覺VC 他們其實都很shake forward 即是說 你要這個 amount 的投資額 麻煩你給我一個成績表 我要這個數 但我們這一刻 又沒有去到這個數 我就是希望拿到他的筆錢 令我可以做到這個數 但又是雞同雞蛋 他就叫我做了這個數 之後他就覺得 穩困了 我就去給這筆錢 所以就會卡住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很幸運地說 我們之前的投資者 其實一直都在給我們資源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用現在的資源 在這一刻做好的成績表 就像你這樣說 我們怎樣都做好的實業 我會相信當成績表做得好 其實反過來 你找投資者是容易很多 因為真的變成最極的個案 不是你找投資者 可能是投資者找你 那為什麼不趁我 現在暫時還有資源去做好它 當然我們都是貪心的 都是相快 因為現在我做好 但是始終速度不夠快 所以 尤其是這項 我覺得一定要好得很快 很快 因為你說兩年三年 整個網絡的世界 又變成一件 所以是不等人 所以我們都是 兩邊做好它 一邊都嘗試盡量 去接觸多些投資者 我們都聽過故事 很多成功的最後成功期 都會問我找過幾個投資者 100個 可能找了第56個 第100多個才肯投 亦都不出奇 亦都不是說你好不好 很多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好不好 真的不知道 可能第一個得到 可能第一百個才得到 所以我們亦都會這樣 而且每次找多些投資者 你會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裏 原來這個投資者 覺得我這些不可以 好了 做好它再找它 或者找另一個投資者 就會發覺 原來之前跌倒的地方已經少了 就像個討論項一樣 我要有這10點可以做到 因為我發覺我只做了5點 還欠5個點 那就做了 做完之後再找 我做了8個點 似乎成功機會又高了 我們就兩邊一直去做 明白 我在聽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想 Eric有沒有覺得 和你原先做IT的背景 好像都沒有關係 好像找有資者 其實是學很多東西 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就是那件事不是我熟悉的 都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學 但是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我是銷售的話 其實可能你的投資者會更害怕 因為他都說 Eric 你說一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相信你5成很多 可能他知道Eric也很厲害 他也不敢吹得太大 可能我說的東西 起碼八成都會相信 明白 這是一個不是好處 但原來也是一個好處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問這件事 很多時候創業的朋友 他一定是自己有專業 然後很有專業 才會走出來 但是越走得高越走得遠 你會發現 跟你自己本身最專長的東西 可能相對花的時間相對少些 你值錢的地方 就是找投資者 或者他們相信你 或者所有東西 才可以去到那個階段 所以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給其他的 做STAR的朋友 你有個心理準備 去到某些位置裏面 你所面對 你所學習的東西 是跟你原先 你所做的專業的部分不同 你都要學很多東西 你不要想著做老闆 就想著人做老闆 就不用做 有些人就覺得 你要做更加多東西 想著更加遠 你要比讀書人更勤力 因為你不會有分數 你只要是沒有東西 沒有marking scheme 沒有的 還有你做得不好 沒有人會逼你去讀 沒有人逼你去 你只不過一個 如果沒有去讀的時候 沒有人找你 或者沒有人幫你 這是一個結果 就不是以前讀書那一隻 說的是用100分 你給了一個bonus 你現在100分是什麼 找得投資者 或者你要走越遠 你公司越來越大 這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 就是 你知道 ideans的東西 會被人抄的 其實你有沒有被人抄到 二來就是你怎樣去防止這件事 其實是的 當然做staff有幾種 一種很solid的staff 那些可能是去pater 可能是做電子的東西 那些沒有那麼容易抄到 那個enture rate相對是高 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保障 而我們的application 相對其實是不難抄 反而難的東西就是 你證明你的execution 是不是correct 因為同一個idea 你給十個不同的人去execute 結果是差一點共地 說真的 Facebook 那個類似的social network 它不是第一個 之前有很多個 為什麼最後Facebook 能夠跑出來 還成為同一個這麼大的王國 是它的execution做得好 所以當我們做這些apps的人 或者是比較application那一層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 是你的execution的能力 包括真是做好過product 即是你今天做這個product 其實你已經在想兩年之後的product 人家兩年之後抄到你已經 不好意思 我已經再做鬆一點 所以我想這個世界 其實現在比較難去擔心抄襲 即是你一天擺出街第一天 其實隨時已經有可能抄襲 當然可能有些是父母 因為我做教育 始終這部份我都要說一句 就是你聽一下老闆要些什麼 即要的東西不是個型 是裏面的狀態 甚至是detail mindset 這些部份是你需要訓練的 還有你是要做得很detail 所以你花時間要比較充足一點 就不是做了就算了 有時候年輕人相對地 你就想著很簡單的 做了可以app一下就算了 因為接下來我就想問 你在公司有三個人 去到現在四十多人 在人的管理上是怎樣 因為startup 很多時候出倉沒有想著管理這麼多人 對於公司大了 還有很多年輕人 正正我想問一下 你的公司的情況 在人的部份的情況 有什麼可以來分享一下 我想其實都是一個幸運的經歷 因為剛才說 我們有三個partner開始 然後我們開始growth team 其實那些人從哪裡來呢 就是我之前的一間startup 大家已經共事了幾年的朋友 甚至乎一直加入的 有些是我以前的同事 我以前那份工作 我以前兩份工作 我以前三份工作的同事 所以一方面 你的人都幾好 其實都是 所以最重要不要做壞事 因為你很遲到小 你做壞事 你的道歧臭了 其實沒有人相信你 我真的很坦白 這些話不是開玩笑 人的份上一大 你會發現你小時候做的壞事 是會有報名的 所以反過來 如果你的人真的OK 那些人是會相信你 都肯去相信你和跟你一起走 所以很幸運 在我很早期的時候 所召集的這班人 本身大家已經有connection 大家已經有相對的trust 和合作的默契在一起 所以開頭scale是沒有困難 但是當然我們去到 有幾個人 這個吸引力的 吸引了個core members team 多數十人 我猜我猜大約十人 十人左右 當你有十人 你去做一個二十人的團隊 都沒有什麽問題 因為可以一個看一個人 一個看一個 和一個感應 其實沒有問題 但當去到二十人之上 其實我們要考慮的東西 就更加多 其實重點就是culture 當然很多人說 公司的vision 再加上公司的culture 是很重要的 到底員工 肯不肯 用心去做 肯不肯留在這間公司 他覺得這間公司有沒有成長 是看整個公司的culture 和他覺得自己的成長在哪裏 所以當時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想建立公司的文化是什麽呢 就是share 當然我們不是說 口行就這樣share 是怎麽樣 我們是做到公司 是每一天 我們有三條team 每一天每條team 都會各自自己有sharing 然後呢 去到星期五 可能是五六點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很general的sharing 即是說什麽都可以 有些人可能說自己旅行去哪裏 有什麽的思考 就知道有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即是我們覺得那個share的文化 一就是剛才說 每個team的share 不是那個真是比較專業的share 因為我們每個team 大概是八至十個人左右 如果我是一個programmer 我真是好的programmer 我是想做什麽呢 我除了想賺錢之外 是想growth得很快 是 因為當我growth得很快 就算我都明白 即是那些會有離開的那樣 但是最重要是我這個人的價值在哪裏 如果我大家都做五年 我五年每日都學新的東西 我growth得很快 我五年之後那個value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整個team 可以growth得很快是怎麽樣呢 每個人每一日 即每個team每一日都有人去教那些東西出來 於是乎 就不是我一個人學一個人的速度 我一個人是學八個人的速度 每個人在教學相長的時候 我去教人的時候 其實我都學得更加多東西 然後我的同事又學到其他同事教的東西 其實令到整個team 在那個technic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可以很快 而大家亦都有一個很強的bonding 因為很多時候講真的 programmer是比較來向叫不開他的嘴 所以你是不像的 我想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跟他訪問了這麽久 我真的在懷疑這是不是做IT 我遇到每個人都咬 他們不是咬 不過真的比較來向 對 因為在這樣訪問裡面 經常都不出聲 但是當你開始叫得開他的嘴 其實他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哲學性的東西 會說出來 所以我們會覺得透過這些sharing 令到同事之間 大家說多了東西 肯去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這個亦很重要 亦都是整個公司文化的重要一點 就是這間公司不是老闆的 不是什麼的 是大家的 大家對這間公司有歸屬感 因為我有話說出來 而大家肯聽到 而令到那間公司有成長 令到自己有成長 整個循環有了 我們覺得由20人開始飆上去 開始的流暢度是好 而且真的流失率很低 我們最厲害的那時 有兩年時間是 大約10人人 高到20人人的時候 是沒有人走過 兩年內沒有人走過 我想對IT公司難得 因為經常聽說 你一年走十個八個不出奇 是 很多 但是對IT公司 因為最大資產是人才 如果你留不到人才 等於你留不到資產 即是你不能在流失資產 所以人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我們IT公司 暫時給不到很高的人工 所以我想最高的 給到我們同事的就是 那個分享的文化 和那個成長的速度 我想當這件事設定 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可以放手 因為每個同事 都有一個common的vision 有一個common的culture 建立了這個組織 那我就開始可以了 因為其實剛才都說 當我們去做Boutier 這個新的產品 我是要投放更加多的時間 精力下去 新的BB 對 新的BB 你一定都知道辛苦 所以相對去對Rexo的公司 其實我能夠放的時間 是少了很多 但很慶幸就是 我們有一幫很solid 的同事 他們已經 大家都很喜歡這間公司 很明白這間公司的方向和 culture 他們繼續可以做下去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剛巧有一個好的foundation 然後也有這樣的想法 而做出來的效果都很好 這個很重要 今天很開心 在Eric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無論是start up 管治文化等等 都有很多ideas 因為新的一代 首先你是打工 不說你做生意 作為一個員工的部分 很難得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成長 成長需要養份 起碼公司裏面 老闆有這樣的概念 起碼沒有同事 自己互相資金有connection 有些養份 然後自己可以成長 因為新的一輩的朋友 大家都聽很多news 有 research 說 不是完全是為錢的 他們需要work life balance 有 growth 有很多spiritual的東西 可能需要進步 但對方來說 如果做得好的話 那幫那麼多talent 甚至high education background 的朋友 都會偏向選擇這兩個公司 所以大家如果做生意的社會 想留人才 找到好人才的社會 文化都很需要 謝謝Eric 謝謝 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也學了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學完之後 可以在你自己做生意的社會裏用一著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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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